要在对面建一个厨房 看见没 这以前是镀心管 然后时间长了已经爆灰掉了 然后呢 但是呢 我们要从这两个管接到对面去 然后直接利用以前的老孔 把水走去 然后下面呢 有一个孔 看见没 但是呢 我把它接一个五菱的管 直接通到这东边来 因为它是猪的房子 没有什么要求 待会我们开始施工 首先把老管子剪掉 它下面已经烂了 一掰就可以掰掉 然后我们再用蛋子把水管打掉 待会儿这手材要移进一顿上 首先比划一下过柱子的水管 首先比划一下过柱子的水管 先把长度比划出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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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里面去 可以吗 嗯 2 2 4 3 4 4 5 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好了 已经摊好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下面排水 这是上面的水龙头 然后我们再到卫生间看看 它排水是排到麻藤的 然后这边是接洗衣机 这边的口是接吞面的碗